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店铺没人气怎么改风水 如何布局有财气和人气 相信很多经营者都会担心一个问题 而且不论是刚刚出来创业的经营者 还是已经有一定经验的经营者 都很害怕自己的店铺没有人气 生意忘不起来这个问题 那么不吉利的说一句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店铺经营不善 没有人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小编出现的原因 现在小编就来教大家 店铺没人气就来学改风水 只要布局对了 自然财气和人气都会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在夏天里 总有些店铺从日出到日落 都会被太阳照耀着 而这些店铺 大部分都是处于向东西开 在风水学上 其实这已经是犯煞了 对经营者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 如果你的店铺有这种情况 而你又有能力 不妨改变店铺的朝向 最好改成坐南朝北 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店铺的风水 二 店铺寻取在阳气族的地段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在风水学上 人多的地方就代表着生气族 也就寓意着阳气旺盛 简单来说 就是人越多生气越旺 那么生意也就越兴隆 也就是说 在选取店铺时 应该选取在兴旺的地段 这样既能让自己店铺 生意兴旺起来 同时在人气族的地方 再做一下优惠活动 就能将自己的生意更加兴旺 三 在对的方位摆放吉祥物 选取摆放吉祥物的方位 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 经营者应该要遵循自己的五行 进行抉择 摆放吉祥物的位置 譬如 英命火象人 在方位上 喜正东 东南 正南 因而 其吉祥物放置的位置 应该是在正东方 东南方 正南方 这样才能激活吉祥物的作用 达到改善器运的效果 四 选取招财位的店铺 一 店铺的朝向非常重要 必须选取望远望富的朝向 最好能够选取到 坐北朝南的店铺 这样的店铺是望位 店铺的生意是否兴旺 主要条件还是在于 朝向是否挑选正确 因此 好的朝向是经营者成功的关键 二 店铺门口开朗 是聚集人气的关键 做到这一点 才可以客户车水马龙 蜂拥而至 但门口不能用反冲 高压 桥压 店铺要避开有煞气的地面 门口不要寻取衰败的方位 否则在经营上 会一路面临倒旋之危 随时可能有停业的危险 三 人最多的地方 莫过于入口位置 尤其是三叉入口 不管是车还是人 都是最多的 因而在这种位置上 经营是不二之选 不过要注意 在经营之前 先把店铺的门口朝向改过来 而且要避开路口招来的煞气 四 在选取店铺时 也要看店铺的形状 避免选取到有缺角或有棱角 或形状参差不齐 齐形怪状等等 都是在经营上带来不好的影响 最好选用四四方方的店铺 作为经营店铺 才能让经营者收钱收到手软 五 上文提及到 在店铺招财位置放置吉祥物品 如果不懂自己店铺的吉位在哪里 可以请专业的大师帮忙查看 店铺招财的位置 最好用作于收银台 或者是自己的办公室 这能让自己的钱财源源不绝 五 店铺招财的吉祥物 一 店铺摆放皮修招财法 很多人招财选皮修 更有喜欢摆放一对 宫的皮修是财运 母的是财库 因皮修有分宫母的 不少人研究出一套分辨雌雄的诀窍 比如 左脚朝前的为宫 右脚朝前的为母 身形越丰满 而头上单脚的是宫 头顶两只脚偏瘦长的为母 而有的造型 只有一只脚的需要关起脚 是向上翘的为公 向后的为母 所以摆放一对 寓意得财入库 招财敬宝 摆放在收银台 或店铺的财位都可以 要摆放在收银台的青龙位 左手方 自己面朝向外的是贵人方 也就是青龙位 摆放皮修 头需要朝店铺外 不能让其视线对着鱼缸 或者喷泉池 容易建材化水 二 店铺摆放金铲除锯材法 金铲摆放在店铺里 有锯材碾材和土钱寓意 但是要选择正确 金铲有分含钱 铜钱或硬币金币等和不含钱的 如果自己店里的金铲是含钱的 那就需要把金铲投朝向店内 屁股朝门外 寓意把钱财吐进店里来 财云滚滚 如果嘴里没有含钱的金铲 头就需要朝外 动物饿了都知道去外面觅食 所以不含钱的金铲投朝向门店 是稀才 注意不能让其正对大门 容易门冲煞 或者冲犯门神等 稍微让其偏一点就好 金铲也适合摆在收银台 同样的不能让金铲视线对着鱼缸 如果摆放的地方 是有其他神像的台面和架子 需要将金铲的位置 低于神像的位置 以示庄重 三 店铺里面摆放财神爷招财法 财神谁都喜欢 自古财神也就是掌管人间财富的守护神 财神有文武之分 有的密宗法更有武色财神之分 以后有机会单独开一篇给大家讲解 武色财神不同求财法 这里说的是 基本是我们民间东方的文武财神 武财神官宫居多 摆放在店铺的话 他的视线是面朝大门 可以画煞招财 而文财神适合是店铺内的财位 文财神宜静 四 店内摆放招财猫招财法 招财猫形态萌萌大很可爱 手举过头顶摇啊摇 带来福气和财路 所以这一款很多年轻一代的人 比如80和90后更为喜欢一点 招财猫举左手还是右手的形态 也很有讲究 左手的为福 举右手的为财 另外还有双手同时举过头顶的 寓意财福皆来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 都需要面向店门 用它招揽更多的人员给你 人员就是顾客 客似云来 自然财源亨通 五 店铺摆放鱼缸招财 山主人丁贵 水主契运财 所以鱼缸催财作用很大 不过鱼缸招财法 一定要请专业的老师测量好方位 根据店铺经营者的命理搭配更为有益 比如有的人是寄水的 完全就不适合摆放鱼缸 方位错误 或者鱼缸里的水很快浑浊的 鱼儿经常死亡 这类现象都不适合店铺里摆放鱼缸 而有的命格洗水 摆放水五星颜色鱼 和水五行条数匹配的招财鱼 确实带来诸多财源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鱼缸摆放要想发挥最大作用 根据店铺主的五行配合就能忘财 六 店铺摆放绿植招财法 店铺摆放绿植除了美观环保 也能净化空气 当然更有其风水招财寓意 不过要选对绿植 比如常见的招财术 红韵当头或富贵主等 选择招财植物一定要叶子大而圆 没有带刺的 其次 率值不宜过高或过低 以免财运受到压制 一定要摆放偶数 单科孤掌难民之项不及 过多又带偏财路 反而容易心思花样多 建财不具财 发财术不能摆放在收银台 财运受到阻挡 适合在角落安静整洁处 比如入门对角线的财位旁 或大门内的左右两边各一棵 左边的树要比右边的略高 自己站在屋内面向朝外的左手放高 摆放在过道或正对大门 财气再强的人也无法聚集财气能量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